桃園市的吉祥物阿桃圆歌 可爱又活泼的形象深受市民喜爱 新闻处也与多家业者联合推出了授权商品 期盼行销桃圆魅力 而市议员简志祥建议比照日本熊本县 采无常授权的模式 增加阿桃圆歌的曝光度 桃圆的吉祥物阿桃圆歌一出现 可爱活泼的模样总是吸引民众目光 为了要推销阿桃圆歌 市府新闻处也开放商业授权使用 与商家联名制作出许多商品 针对授权使用的问题 市议员简志祥在市议会定期会上 询问新闻处阿桃圆歌的授权规范 阿桃圆歌实体出现在活动上面 是可以申请的 只不过是私人的要申请 要付费用的嘛 那如果阿桃圆圆歌这样一个logo 是不是商家可以申请 我们桃圆的商家如果申请 需不需要费用呢 跟律元报告 如果它是制作成商品去贩售的话 我们会收取比较低的授权金 那因为我们这一两年 都还是在推广的阶段 所以其实我们的授权金收得非常低 按照规定 若要使用阿桃圆歌来贩售商品 会依据商品的定价及数量 来支付1%到3%的授权金 简志祥议员指出 日本熊本县采用无偿授权费的策略 来让企业申请 不但让熊本熊系列商品爆红 也成功宣传熊本的观光 简志祥议员建议新闻处 考虑是否采用相同的模式 来开放阿桃圆歌的授权使用 在什么行业 是什么样的行业范围内 是可能不收 那我们可以试看看 在很低额的授权费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让阿桃圆歌可以拓展出去 那跟各多的厂家合作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收到这个3% 其实也不一定 那些小企业小商家 如果他们愿意来申请的话 我还是要建议 以潮零%来做 或许这样子在我们整个城市 就会看到阿桃圆歌 市府目前正与雄师文具 及国具杨山等业者合作进行开发商品 另外也有成立小淘气俱乐部网站 来贩售阿桃圆歌的授权商品 市府透过市场化机制 除了提升阿桃圆歌的品牌知名度 也期盼借此来行销桃圆